他今天跟著導航 我還是走錯路 他又不知道又弄到他的點 突然抓起來 你為什麼不知道是導航走 他就直接 直接在路中間 開車門衝走了 不過娘家門一開 我就跟我爸媽說 當中Yumi覺得最委屈的地方 不是 太走心的地步了 好 看一下黃柳的答案 1 2 3 錢 委屈 你為什麼會覺得這個 Yumi值得擁有更多東西 如果說是在不非物質的東西上 我可以給 我可以為他寫歌 我可以為他製作任何一樣東西 但是比如說物質上面 我知道Yumi喜歡比較大的房子 甚至於說 狀況比較漂亮的地方 我其實一直覺得說 我希望我可以賺更多 甚至於給我的小孩 因為我已經有一個小孩子 現在 懷孕六個月了 那有的時候 我們男生在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會想說 我如果可以賺更多錢 也許 你的壓力就不會那麼大 我們也許可以請個保姆 擁有一些財富的時候可以 你講得好像 憑賤夫妻百姓 事實上不事實上 大家都想開好車 好車有什麼用呢 想要做好房子 有什麼用呢 對不對 歌裡面不是有一首西洋歌曲 對啊 我有唱到這些嗎 來 首西洋歌曲 塞到好車怕人頭 大隻的三隻手 穿得太好 怕雪洋頭 順著地人頭 人生的路 都一首的雞頭 西洋好歌喔 西洋在哪裡 哪裡 台語的 台語講 會嗎 西洋之下的歌 所以你覺得錢不重要 我們基優谷對不對 願意打拚的男人就夠了 對不對 願意打拚負責任的男人 真的就夠 優先棒 對 好不好 來 妳的答案是 喝醉生氣開車門直接走人 超誇張的 這麼委屈 通常是女生會做這種事情 這件事情發生在她身上 超誇張 這也是就是喝醉 然後我就說她脾氣不好 那一次就是我們公司尾牙 因為我們開車 所以就是一個人喝酒而已 所以她喝 那最後就是我開車 我真的是個路痴 然後導航我又看不太懂 那一天就是我就是導航回家 偏偏跟著導航 我還是走錯路 她又不知道又弄到她的點 突然撞起來 你為什麼 沒有 合理 這個要原諒她 開Uber她最氣人的繞路 對… 這是她的底線 這是她的底線 我執念尊嚴 對 你怎麼可以亂繞路 而且還給我 一顆你的腹皮 這我還要跟妳說解釋 結果就我氣到 沒有 就講這個 然後開始講到別人 她說我為了你 我什麼都讓你 然後我現在都沒有朋友了 我就想說 你沒有朋友關我什麼 反正就扯到很多 然後越講就越生氣 前脫了 對 然後還講到最後 就是敲那個 敲擋風玻璃 敲 敲窗戶 開門讓我下車 然後我想說 因為我們在路中央 對 但還好那時候塞車 所以速度慢慢 但我也不想開車門 讓她下車 她就直接 直接在路中間 開車門衝走 好危險 然後我當下真的是覺得 超委屈的 我又生氣又委屈 我根本沒有做什麼事情 又要擔心她的安穩 對 又擔心 但是我當下也是生氣 然後我就直接 因為要帶她回家 我直接開車 開回娘家 打算再也不回家 而且我 我 娘家門一開 我就跟我爸媽說 我要離婚 真的 我真的直接鬧下這句話 因為那一天真的太誇張 不是 她如果反應沒那麼多 她敲車門 然後開 就是這些所有危險的舉動 讓我覺得不可思議 我爸媽他們就覺得 我一住 就是我們的婚姻就完蛋了 所以我爸媽 我爸就是死不讓我住 他就是把我趕回家 我爸爸很明智 對 沒錯 的確是明智 好不好是念明智公傳 太明智了 超明智 這個就要跟香蕉跟Timmy學了 他們兩個應該是沒有吵過家 也還是有 只是都吵很小的事情 對 比如說 希望你站直一點 我就香蕉啊 這個不會 我怎麼站直一點 我就挖個腦 吵在幹嘛啦 他比較脫背 我還好 對啊 我脊椎車 我天生的脊椎車 我怎麼在這裡 這不用找 不用擲 憲哥 我把她故事講完 因為我之後我確實有道歉 隔天因為就醒了以後就覺得說 我應該要做一件很大的事情 來表示我的歉意 要幹大事 我就跟她的好友就是康茵茵 問她說 我想要買一個好一點的包包 我從來沒有買過這麼名貴的包包 就是上萬塊錢的名牌包給她 就是我當天就到了百貨公司 去專櫃裡面去買 拿卡直接刷 我就默默回到家 我回到家 她就看到她很生氣在那個床上 我還是很生氣 一句話都不說 我就也沒有說什麼 我就說 老婆對不起 我昨天錯了 我就把禮物放在那個地方 你沒有講到重點 她直接跪下 因為她真的很大的錯誤 我到現在還是覺得這個錯誤太誇張 不太能接受 我出去的時候她就看 你拿來的錢買這個包包 你拿來那麼多的錢買這個包包 你給我拿去退掉 我知道你刷卡買的 你拿去退掉 我直接叫她去退掉 我就說好 我就趕快開計程車回去 把包包拿著 你真的退掉了 要去退 我到專櫃他們說 不好意思我們這個是GUGY的 我們這個是訂製不能 貨物出門 蓋不退還 對 不退 我就拿回去說 老婆對不起 他們沒有辦法退 Yumi超生氣的 我把她打開 你買這個東西 然後就開始背起來 幹嘛亂花錢 買到她喜歡的 她才比 各位 唉唷 滿好看 真的是包治百病 對啊 而且你很難去追幹嘛 頭其所好好不好